包大人逢凶化吉 被个小孩救了 这小孩还挺狂 望巴王泪上看看 眯着小眼睛 根根直笑 房淑安就问 我小恩公你乐什么 真有意思 我这是戏台啊 这唱什么戏呢 这哪是戏台 这是泪台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巴王泪 那巴王在哪呢 你巴王起的苗 这巴王爷还在贼手中呢 是吗 我说这话你们别挑理 开封府的三峡武艺 小武艺小七杰 已经聘请了这么多的英雄 都是饭桶 不然的话 怎么不把巴王请回来呢 方淑安一听 那这小孩真够狂的 幸亏你说这话 周围没有多是英雄 倘若被大伙听去 不得气炸了肺子 方淑安还得耐着性子 给他解释 我小恩公 话可不能这么说 能人背后有能人的 好汉背后有好汉 莲花罐的贼 可惹不起 我怎么就不服这个劲呢 那好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我小恩公不服气 你就登台比比看 好 我说你等的啊 我到台上 照亮照亮 接光接光接光 叔叔大爷 接光接光接光 老百姓一看 小孩 顶多十二三岁 一手长得还挺带劲 小孩嘴还挺甜 纷纷往两旁一闪 小孩挤过人群 来到八王类台下 插着腰 仰着小脸 往上看看 哎 带哪上去 台上的贼一听 好学没乐了 我说小孩 你找谁啊 是不是人多走迷了路 找你爹娘找不着了 去去去去 离这远点 把你碰着砸着 你不倒霉吗 到哪宿远去 哎 我说你这人说话 怎么这么难听 你才找你爹妈呢 我上这来来 打泪来了 打泪 谁打呀 我呀 哎呀 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 连小孩都吹谬 小孩 快找没人地方 凉过凉过去吧 也慢说是你 就成了名的剑侠 想要登这个台子 他也得琢磨琢磨 快点走吧 我说你是谁啊 那你既然这个台子有规矩 不准小孩打泪 为什么你不贴个告白条 事先通知医生 莫非你这爸爸泪 有这规定吗 是小孩都不准登台吗 有没有 你把你们总类官找出来 跟我解释解释 这小孩还挺能讲理 上面人一看 甭问 这小孩没能耐 肯定的身后有人主使他 小孩 既然你要上台 等等啊 说着有个小老道 拿了一盘绳子 从擂台上细下去了 他抓住那一头 把这头给了小孩 能钻住不 钻不住就拴腰里头 嗯 差不多 擂台就擂台不成 这么高干什么玩意 这多费劲 说话他把这绳子系到腰里头了 台上的小老道一看行了 又招呼来两个同伴 三个人往上拽 把小孩拽上来了 这小孩道谢之后 把绳子解开 小老道上后台不踢 小孩 小孩乐乐呵呵的 看了看 累过你 我说你就是那个飞云道长 郭长达吗 飞也 那是我们总门长 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 我家住在陕西折天山 我乃折天山大寨主 人送绰号 双躺无敌 朕折天 尚然威 是也 呵 这个零碎太多了 我都记不清 这么说吧 你是不是贼 我你说话怎么难听 就是贼 你也不准说呀 我乃是战山的山王 海那跟贼有什么两样 啊 你姓尚啊 我请问一声 八王爷在你手里吗 没有 在莲花棍 奸家 那你跟郭长达商议商议 把八王爷给我吧 省着叫我生气 不然的话 我一生气啊 我就犯病 我一犯病就打人了 专打成了名的剑侠 到那时候 你说把你们都打死 你们倒霉不倒霉 去 跟郭长达商议商议 把八王钱给了我就得了 上人为一听 我说这小孩 这个小疯子 拿我也当小孩了 净说孩子话 又气又笑 哈哈哈哈哈哈 娃娃 你姓什么 家住哪里 你家老人是干什么的 别看你小小的年纪 口吐狂言 甭问 你后边的插杆 是挺硬的 我跟你小孩 不一般见识 快 把你家的大人找来 跟我见面 用不着啊 你忘了那句话了 打了孩子 大人自然就出来了 现在还没到时候 刚才我跟你说的句句事实 我必须跟郭长达讲 跟您了 你还有点不配 什么 小娃娃 既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就代替你的家长 教训教训你 说着话往前一根布 轮起巴掌 就打这孩子后脑勺 他可没想到 一巴掌落下去 再找小孩 踪迹 不见 诶 人了 就听身后根根一乐 待着呢 还没等上燃围回过身去 小孩飞起了一脚 正踹到上燃围的后腰上 啪 您说这一脚有多大的劲 把上燃围登起了三尺多高 凭着从台上扔 摔下去了 仗着上燃围有功夫 不然非摔死不可 就这样 也把他吓了个不轻 他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还喊呢 乡亲们躲开 乡亲们躲开 看热闹的老百姓 一手 我别骂 也吓了人 哇 往两旁一闪 下边是空地 上燃围使了个双手虎抱头 两只手抱住后脑勺 手掌子护住太阳穴 胳膊肘挡住两腮 胳膊肘护住左右花盖穴 腿望上身 护住左右两肋 腿一鬢 护住胆 脚后跟往后一勾 护住胆里和肛门 不然的话 那就摔坏了 要说摔得会摔 这叫元宝壳的跟头 啪 后腰去沾地 咕咕咕咕咕咕咕 摔这么一下 不至于摔坏 上燃围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 从地下站起来 是满脸通红啊 心说今年我五十六岁了 叫个十二三的小孩 从台上把我招起来 我有何面目回陕西 怎样见我呢 八八六十四寨的各位弟兄 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 他是面红耳赤 来在台下 晃脑的脚地板使劲 撑撑撑 使了个燕子三潮水 重新登台 这下不要紧 把台上台下的人都给轰动 台北京开了锅了一样 乐得人们肚子倒腾 白云瑞跟山县徐良一边看着 一边议论 云瑞一乐 三哥 看着 今天是八月初一 这擂台可够热闹的 上至百岁老人 下至小娃娃 可都显得身手了 您看见没 这小孩 肯定受过高人的传授 名人的指点 要不就是降门的胡子 您看那个身手 抬腿有多感觉 嗯 我早都看出来了 这小孩啊 使得是迷红掌 想用孩子这一套 把人给稳住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呀 不用问 这孩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嗯 我也是这么看的 哥俩边一路边瞅着 后台的群贼 也惊动了 有的贼乐得 肚子都疼 我那么大的上寨主 怎么吃这爆裤 哎呀 太丢了 连我都替他害臊 所以人们全都挤到上场门 下场门 把帘里凹开 往前台看热闹 这时上人为上了台 用手点指 小娃娃 我还没震动手呢 你就吓了家伙了 不算 咱俩从来 小孩也乐了 我说你五十多岁的 胡子白长了 你快点尿跑 尿烟死你得呢 你那脸皮有多厚啊 叫小孩把你打了 你还有脸回来 真不知道天下还有五尺二字 我见着你 我都恶心 哎哟 哟哟 哼 这小孩这一顿冷嘲热讽 上人为更受不了 往前一根部使了个双壮肠 恨不能把这小孩给打死 马只长大 小孩滴溜一转身 躲到他身后 快如闪电 哼哟 上人为一看不好 又是那一招 刚想转身换招 小孩的腿又抬起来 不过这回没把他登台底下去 又打前台给踹 后抬去了 啪嗒嗒嗒嗒 drums 这下可把他摔着了 上人为娃娃抱叫 一伸手从兵刃架子上拽出 短把奉斥溜金堂 嗷嗷之叫像疯了似的 拎着家伙又到了前台 见着小孩就咋 这小孩左躲右躲 躲过三下就蹭 纵羞一丈多远 把小脑瓜一蹲了 啥人呗 你真够意思啊 咱俩讲得明白 动拳脚 你怎么动个家伙了 你认为动家伙我就怕你啊 你想错了 只能加速你归位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见好就收 把兵刃放下 恭恭敬敬 给我行沙礼 坐仨衣 你说我错了 往后见着高人 我一定服气 然后我就放你走 你呢 五官不缺 四肢不短 胡隆个的回到陕西折天山 如果不停 我可跟你留点什么东西 你再回陕西折天山可不是这么走 你得拿软窗 抬着 好小兔子 招他 连三病四又五六下 这回这小孩真急 谁也没看出来 他用的什么招 就见他手 一样喊了一声招 上人为这乐子大 羊面摔倒在台板之上 把双膛也扔了 哎呀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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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眼尖的满台是血 等小老道出去 把上人为抢 就回后台一看 左边的眼睛 将小孩给抠出去了 有人看 那小孩那小手里呢 拿的什么 这小孩手心朝上 一个圆不溜溜的水了八级 血丝霍拉的东西 闹了半天是上人为的严重 你看咱里边 安着流光沾量 挺好看 抠出来就一网水了 连郭长达也为之一惊 啊 郭长达心是个坏的 他妈这小孩是个妖怪 刚才我看的轻轻的 他使的这种功夫 叫二龙戏朱禅西力 又一想不能啊 武林之中会这种功夫的 不都爱 屈指可数都是成了名的剑墙 他算个什么东西 所以郭长达 马上把扶尘去晃 口诵佛号 无量天经 各位 谁也不准上 我出去要问话 快 抢救上寨主 商人为果然 无关短了一样 可没办法自己找的 小老道把他抬回莲花罐 怎么上药 怎么护理 咱不必戏处 单说郭长达 晃得高大的身躯 来到前台 把扶尘晃了莲花 上一眼下一眼 看了一百多眼 哇啦 你究竟是什么人 姓什么 叫什么 能不能跟频道讲一讲 嗨 不能 不见着郭长达 我不能说 你可认识频道吗 不知道 我就是总门长 郭长达事业 呸 你混弄人 你才不是郭长达呢 哦 何一见的 因郭长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 那绝对不是你 你肯定不是郭长达 郭长达想到这小孩还敢这样 嗨 娃娃 大丈夫做不耕明 力不甘心 我岂能红偏于你 我确实是郭长达 不对吧 我听我爷爷说的 你郭长达可有能力了 郭长达身高三丈六尺呢 三个脑袋 六只胳膊呢 你郭长达跟一般人能一样吗 人都不站着走 人在地下爬 咔呸 郭长达想我是乌龟业的吗 这小孩缺腿 完了 少要在我面前耍贫嘴 我就是郭长达 是啊 哦 那好了 这一次东京变梁 我没白来 能瞅着莲花门的总门长 真是三生有幸 不过呢 您别着急啊 我得好好看看 我瞅着这个总门长跟别的人 哪点不同啊 这个 说着他围着郭长达转了三圈 郭长达叫他气得都懵了 一直等着小孩看完了 郭长达才说 看完没有 看得不得理的 你跟一般人也没啥区别 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啊 头上也没长鸡脚 两肋事也没长鳞 屁股袋上也没长椅子吧 他说你怎么就那么凶呢 我就纳闷 你这胆子 跟一般人胆子 是不是不一样 我打算给你掏出来看看 不然的话 你怎么敢抢劫国家一国的八王呢 那八王千岁是皇上的叔叔 一国的太上皇啊 你就敢把他囚禁到莲花冠 你是不是与众不同啊 郭长达呀 我是个小孩 经验阅历比你差的多的多 我讲道理也讲不出什么来 我就一句话劝你学好 虽然说过去你罪孽深重 犯下不赦之罪 但是怎么办呢 就得想个补救的办法 如果你幡然悔悟 能把八王爷放出来 跪在八王爷面前 表示痛改千非 我呢再听你说几句好话 你要再在这个台上 你看看热闹的这么多人 你再跟大伙承认个错 大伙一瞅这老道也不容易 百十来岁了 胡子都白了 怪可怜的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呢 一步十足 能够改就行了 能把你点天灯呢 就变成砍头 能把你砍头呢 就变成冲军 假如不冲军呢 还许压几天把你放了 如果包的人八王千岁 有好生之德 还许不计前仇 干脆就把你放了 连官司都不打 你说你捡了个大便宜不 哎 我这可是为你好啊 如果你要不听 觉得你了不起 那你可倒霉了 看着上人为美 我叫你跟他走一条路 我把你的四肢五官 可留下一样 到了那时候 你怎么回云南东海 陛下宫啊 哎 你怎么见你们那位祖师爷 横推八百 无对手 轩缘重出 无上人 愈何愈久连 你怎么去见金灯剑客 夏岁良 你怎么去见你寿业老恩师 三世碧球 卧佛昆仑僧 郭昌达一听 这小孩绝不是一般般的 他对我的根底摸得这么轻 对我们自己这一派的人 了如指掌 我非把他抓住 问个究竟不可 想到这 郭昌达冷笑一声 娃娃 我太感谢你了 就冲你这个年纪 竟说大人话 为我指点迷途 贫道深受感动 不过呢 孩子 你说的晚了 要倒退 要倒退三个月两个月 你见着贫道一说这番话 我肯定听你的 但是现在 木已成舟啊 一锅饭都做熟了 想不这么办 也不行了 现在我郭昌达 宁愿豁出破头 撞金钟 我这条老命 我也把 算掉了 但是孩子 对你 我是感谢的 我现在就急于想知道 你是谁 你张嘴有爷爷 闭嘴你爷爷说的 我就想见识 见识他 怎么样呢 也许你爷爷来了 我们两个人一投缘 我还就许听了你的话 我郭昌达不愧是总门长 真会说话 你想把我套住 见我爷爷可以 现在不是时候 你有什么事先得跟我说 倘若把我打败了 不用找 我爷爷自己就来了 郭昌达 要这么说 我这话说完了 那怎么办呢 那废话就不用说了 既然你不想叫你爷爷登台 那你就请到下面休息 我们还要揭插比武 甭找别人的 我陪你走吉他吧 看来不跟你留下点什么 你心里难受 你是非学上燃杯 不渴 是吗 好 你跟后台的人打听打听 从厉害到现在 我亲自动手的时候 几乎没有 就冲你这么聪明 我就陪你走上吉他 我要会会你的禅息力 郭昌达 说的可不是假话 想到这儿 他把长大的道夫闪掉 放下一对两天尺 里边短一斤 小打扮 高网 秀面 紧了紧 丝头 还 亮开门户 使了个降龙 拂虎式 喊了一声 小朋友 请进招吧 哎哟 总门长 在我面前 你何必如此认真呢 我跟您能一样吗 我都是海派的功夫 根本没有规矩 也不成套路 既然总门长叫我尽招 我可撒野了 哎 小腿一等 台本脑瓜 一晃 往前一根部 左手晃郭昌达的面 右手一分 伸出两手指头 二龙吐须 禅西力 扣他的双眼 离着郭昌达 还有一尺多远 郭昌达就脚着 有一股气 这股气是直似 双眼 这眼珠子 好像往外使劲 郭昌达明白 这小孩 练禅西力 练的可够巧的 这是年纪轻啊 要再过个十年 二十年的 他这俩手指头 能一动 我这眼珠咕噜咕噜 就出去了就 想到这 上部闪身 哎 使了个金丝缠腕 约抓小孩的手 小孩左手撤 右手抬 使了个担凤朝阳 猛扣郭昌达的太阳穴 郭昌达使了个 三魂套月的招数 往前一根部 嘴里喊了一声 小孩 我看你哪里 走